鬼滅之刃学院物语终于连载了 三小只同时迟到 一用提刀罪人上演校园公路大戏 一只猪竟打地道突围 究竟他们会如何通关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鬼滅学院是一所私立学校 包含小学、中学和高中 宋鸭每天都会在学院上空报时 8点25 距离上课还有5分钟 同学们快要迟到了 拼命狂奔冲向教室 教室门口史密老师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 其中一个同学还在和连玉老师打招呼 起得史密老师直接大吼 快点赶紧的溜进来 这时教学楼突然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 但学生们对此却很淡定 维奇老师站在美术室外 非常生气地训斥与随 让他别再搞破坏了 可与随偏视不听 反而还直接兑现 闭嘴你懂不懂啊 这才是华丽的艺术 艺术就是爆炸 正在操场上的五一郎感叹 高中部的美术教室又发生爆炸了 旁边的墙图也表示 今天的雨随老师这么早就开始了呀 看来大家都对爆炸习以为常了 不愧是著名的混合老师 根本限制不了他呀 距离上课时间已经过去了蛮久了 高一心生善意还在校门口徘徊 他他他又迟到了 还是迟到了15分钟 昨晚熬夜看漫画早上睡过头了 他经常因为这个原因迟到 虽然善意认为自己应该继续向前走 但是他从远处瞄到了 守在校门口的校技监管员 体育老师傅刚一勇 立马就吓得不敢再走了 善意非常着急 如果直接从这门走进去 肯定会被老师逐到狂揍的 我该怎么办 或许我该走东门吗 但是乌鸦很可能守在那边 被发现的话会变得更糟 要被全校通报 算了 要不我还是去向复刚老师道歉认错好了 但是真的好害怕 同伴好友 贪子郎突然出现 善意看到旧星出现 立刻高兴的冲上去抱住了贪子郎 贪子郎很奇怪 善意为什么一大早就这么情绪化 善意反驳道 不要说的我好像只有在下午才喜怒无常似的 但是我很高兴能在这里看见你 现在我不怕迟到了 因为我们有两个人了 哎 你平常都不迟到的呀 蜜豆子呢 没和你一起吗 贪子郎回答道 我让蜜豆子先去学校了 今天早上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陆屁屁的痴汉 为了抓他我才迟到了 善意感叹贪子郎总是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接着贪子郎从书包里拿出了一封账务员给的感谢信 他觉得老师看了这信肯定就不会处罚他了 善意听他这么说非常生气 我以为我们是迟到的好伙伴啊 不公平啊 为什么你可以不被处罚 而我将是唯一一个挨骂的人啊 说着就开始骑着贪子郎狂打 贪子郎表示 善意迟到的事他也没有办法呀 善意灵光一现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跪地哭求贪子郎帮他撒谎 就说他早上也帮着抓了痴汉 贪子郎有点为难 你看啊 我不只是迟到而已 这周我还要在学校门口检查制服 这个任务我也还没有完成呢 求求你了 你都不知道复刚老师有多可怕 就当你是在帮朋友吧 贪子郎想起善意是集检委员的事 加上善意这么求他 他也不好意思拒绝了 之后两人就一起去了学校 贪子郎把信拿给义勇看 义勇认真的看信不放过一个细节 善意躲在贪子郎身后瑟瑟发抖 义勇问善意帮忙抓了吗 善意立马回答 当然了 于是义勇就没有再追究他们迟到 贪子郎和善意道谢之后 就赶紧往教室跑了 贪子郎想着总算是摆脱义勇了 而善意则感觉背后凉凉的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了 果然下一秒就传来了义勇的声音 你们两个头发和耳环违反学校规定了 于是义勇就拔出竹刀开始追他俩 贪子郎和善意边跑边向正在打扫的校工玲珑先生打招呼 过了几秒 义勇也打了招呼 玲珑先生表示 他们三人还是和往常一样疲啊 高一的教室在三楼 需要从入口穿过走廊 再走到中央楼梯才能上去 为了避免教室冲突 义勇是不可以跟着学生进教室的 所以他俩只要跑到教室里就安全了 于是贪子郎和善意快速换好鞋 在走廊上拼命狂奔 后面的英勇紧追不舍 突然一个尺子拦出了虚弱 诗密老师走出教室 狠狠地说道 吵死了 一边又一边都跑不上 我正在上课 别在走廊上跑了 我告诉你们这些混蛋已经有一百万次了 探子郎和善意 正想从院子里避开诗密老师这个危险人物 诗密健壮追着大喊 别随便溜到院子里 你们反应也太快了 经常这么干是不是 接着又拉住了后面的英勇破口大骂 喂 英勇 我也在和你说话 每天都像个白痴一样 就知道拿着跟该死的竹棍追那些臭小鬼 就因为你低级没有课 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到处给别人有麻烦啊 探子郎和善意借此良机赶紧留上楼 英勇对实密的教训一言不发 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就让实密更加生气了 你倒是说点什么呀 于是英勇缓缓来了一句 抱歉 什么 你在取笑我吗 你那张面摊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有话要说 现在就说啊 班上的同学对他俩吵架都很无语 不得让举手 问实密老师可以继续上课了吗 正在上楼梯的探子郎非常高兴 还好有实密老师这才摆脱了一勇 善意则认为实密老师不是真的想帮他们 走着走着地面突然裂开了 一只猪居然从地下转出来 把两人吓了一跳 一只猪看了看善意和探子郎 再看看周围 发现自己突错了地方 想要转回去却被善意拉住了 善意奇怪 一只猪这是在干什么 从哪里来 又要到哪里去 一只猪让善意赶紧放开他 善意听到一只猪又叫出他的名字 很不高兴 探子郎问 一只猪是不是也迟到了 一只猪回答 是的 学校门口有傅刚老师 所以他就从校外挖了个地道进来 之后鬼迷三小强集结完毕 前往教室 迟到了这么久的探子郎 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老师 善意表示 这不重要 改变不了迟到的事实 所以就像平时一样走进去就好了 说着便给探子郎演示了一遍 老师好 我是善意 这样就行了 探子郎觉得 不是应该从后门进去吗 两人讨乱着往楼上走去 一只猪提醒他们走错了 第一节课是化学课 在二楼 此时化学教室里 一黑老师正在叹气 不停地查看时间 这三个学生到现在还没来上课 他准备继续点名 虽然他刚才已经点过六次名了 同学们对一黑老师毫无意义地点名很不满 但又不敢说出来 三小只趴在门外看里面的动静 一黑老师非常不爽地上着课 三人觉得这绝对是故意的 天啊 最不可能忘记他们的一黑老师正在教第一节课 他们该怎么办才好 一只猪提议 就这样直接进去问好就行了 三一赶紧拉住他 如果你这样做 你马上就会变成实验室的样本了 有了 探子狼 你不是有感谢信吗 把他交给一黑老师 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探子狼摸摸头表示 那个信逃跑的时候就留给富刚老师了 三一大骂探子狼是个笨蛋 三人讨论办法的时候 一用提刀赶到 三人瞬间吓得瑟瑟发抖 但是三一看到了一用口袋里的信 燃起了熊熊豆子 如果他们可以拿到信 就能回到教室了 但是他们的对手可是富刚老师啊 正当善意和探子狼犹豫之时 一只猪已经猪突猛进攻上去了 自我一击野猪投锤 一用往旁边一闪 便躲开了攻击 并用跳绳把一只猪捆了起来 穿好你的衣服 如此暴力的一用实在是太可怕了 虽然一只猪直接冲过去被抓住了 但是还是分散了一用的注意力 两人决定生动极西合力拿信 炭子狼一边道歉 边投锤攻击一用 三一趁机丢到一用旁边拿信 果然在一用敲打炭子狼分信之时 三一就得手了 两人拿到信就跑 完全不管挂在那里的一只猪了 三一一边跑一边回头感谢一只猪 谢谢你一只猪 你的牺牲没有白费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炭子狼 被无情抛弃的一只猪气得直哼哼 一用表示绝不会再让他们逃掉了 追了上去 三一突然发现手上的纸 要比早上那张小了很多 翻过来一看 竟是富庚老师购物小票 这下死定了 前面还是个死角 没地方逃了 还好前面有个教室的门是开着的 炭子狼和三一躲了进去 惊魂未定的两人一转头 看见了香賴慧老师 吓了一跳 接着一用就追了上来 他问香賴慧有没有看到炭子狼和善意 香賴慧想了想笑着回答道 没看见 我觉得没事的 只是偶尔一次嘛 一用沉默了 叹了一口气 拿出信递给了香賴慧 如果你看到了 请把这个给他们 香賴慧愣了一下接过了信 并对一用表达感谢 谢谢他一直这么努力的工作 炭子狼和善意非常感谢香賴慧老师的帮助 香賴慧也很高兴 一用原谅了他们 香賴慧把信给了炭子狼 并提醒他们不要经常违反校规哦 善意花痴地表示 香賴慧老师真像个天使啊 顺利拿到信的两人来到了化学教室 一黑老师在看完信后便原谅了他们 还为他们感到骄傲 但还是提醒他们不要忽视学业 之后善意立了一个flag 他再也不迟到了 放学后 一只猪被留下来写反省 班主任贝敏于老师在办公室里说 车站特意联系到了学校 感谢总是来帮忙的学生 虽然他觉得迟到不好 但是他会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你说总是 所以这不是炭子狼和善意第一次采取行动咯 善意 没有提到善意啊 他们两人的家不是在相反的方向吗 又回想起早上善意奇怪的举动 原来如此 竟然敢骗我 这天晚上善意很开心的设置了早起的闹钟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第二天早上有件很恐怖的事 正等待着他 好了 《鬼灭之刃》学院物语第一话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会持续更新这部漫画的 敬请期待吧 喜欢的朋友请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